Hello,大家好,我是炒币大师,今天给大家说一下虚拟币交易入门的视频,本视频属于新手小白视频,我会从头到尾的教给大家如何买币卖币提现出金,还有一个注册交易所的过程,从头开始。 第一步呢,我们先去注册一个okex的账号,什么是okex,给大家说一下,我们国内的现在三大交易所,分别是okex币安火币,强烈推荐大家去注册okex,为什么呢? 第一个原因就是它大陆客户可以注册,现在火币币安已经不接受我们大陆客户了,第二个原因就是okex它这边手续费很低,相对于其他的这两个,它的邀请链接我会放在视频的下方,大家通过我的邀请链接注册的话,可以获得20元的比特币,还有10美金的返用卡,长什么样子呢?给大家来看一下。 就是这个样子,20元的比特币,10美金的返用卡,前提是一定要通过我的邀请链接去注册哦,我们把这个邀请链接复制到浏览器里面打开,然后它可能让我们去一下别的网站,我们这边点击一下关闭就可以了,为什么点击关闭? 因为另外一个网站,它那边手续费特别的高,不符合我们国人的使用习惯,所以我们不要去那一个网站,注册的话就非常简单了,手机号,邮箱都是可以的,我们选择一个就行了,然后登录一下,看一下有没有注册成功,如果注册成功了,我们就进行第二步,是安装交易所的手机客户端, 为什么要安装手机端呢?因为如果我们在电脑端去操作的话,是非常的麻烦,根本看不懂对我们新手,但是如果您是在手机端去操作的话,是非常的方便的,手机端现在分为安卓,还有苹果,苹果和安卓,然后呢,我现在先说一下安卓吧,因为安卓是最简单的,我一会再说一下苹果,安卓手机,我们只需要把鼠标放到 这里,放到这里,会有一个二维码,我们登录一下我们的,在我们安卓手机里面,登录一下我们的QQ,或者是微信,然后用我们的QQ微信去扫描这一个二维码就可以了,不用科学上网,也能下载,苹果的话,我们需要用到一个美区ID,因为现在我们大陆地区的ID不能下载, 下载它的APP,美区ID去哪里搞呢,就是一个,呃,什么叫美区ID,就是美国地区的苹果商店的账号ID,叫做美区ID,去某宝某多多去购买,搜索一下美区ID就行了,我们来搜索一下,呃,给大家来简单的演示一下吧, 然后我们去一下神奇的某多多,呃,在里面搜索一下美区ID,然后它应该会出来特别特别多的东西,我们随便找一个 它这边有一个美区下载,永久实用,像这种四块多的,呃,就应该是苹果ID,我们再随便点击一个 然后我们点击一个,上面有一个苹果美服,呃,五块钱,很便宜,大家买这种就,就可以了,像这种都是可以的,这边写了什么美服日服之类的,都是可以的, 然后呢,我们还可以去一下神奇的某宝里面,在某宝里面搜索一下美区ID就行了 某宝里,里面的话就很简单了,他们这边基本上这种全都是,呃,写的,呃,美国M,美国M,像这种都是的 随便找一个,如果您不确定是不是,呃,联系一下 咱的这个客服问一下他们就行了 美国M,呃,三块钱很很便宜,当他当我们买完之后呢,他这边会给我们一个呃,呃,邮箱 给我们一个邮箱,还有密码,我们拿着这个邮箱,呃,去登陆美区,登陆我们苹果商店就可以了 哪一个是苹果商店呢 这一个,就是我们的苹果应用商店 这一个,这个就是app store 然后呢,现在我们登陆的是大陆的ID,我们需要先退出我们大陆的ID,在哪里退出呢 在,在这里 然后拉到最下面,最下面的话,这边有一个退出登陆 我们点击退出登陆,然后登陆一下我们刚才买的那个美区ID 这样的话,我们就登陆完成了 这边有一个搜索,我们点击搜索 然后输入okex 呃,这边就会出现了,呃,第一个是广告 我们不要去这边写的呢,广告,我们不要去,我们去第二个,这个才是正人八经的okex的app 图标四个蓝色的圆圈,这边写的呢okex,然后这里是一个下载的按钮 我们直接去下载就可以了,我这边已经下载过了,就不再给大家演示怎么去下载了 第三步,绑定设置交易所的个人信息,我这边有一个新的一个账号,我们这边来设置一下 这里有一个OE的软件,我们点击一下 然后他有时候可能让我们更新,呃,我们更新一下就可以 在这边我就不再更新了 然后在这边登录一下我们刚才在交易所里面注册的账号,还有密码 登录成功,完成之后是这一个样子 然后点击这里的头像,一个小人 进来之后,这边会有一个偏好设置 我们点击偏好设置 然后这边会有一个本地货币,我们选择人民币就可以了 这边还有一个安全设置,我们设置一下安全信息 安全设置的话,这边给大家说,其实不要设置这么多 呃,有几个就可以了,给大家说设置哪几个 登录密码,手机,呃,邮箱 这三个,登录密码,手机,邮箱 然后最重要的就是这一个资金密码 最重要的就是这一个资金密码 为什么说它重要呢? 因为我们买币,卖币,提现,呃,都用到这个资金密码 所以这个资金密码是最重要的 一定设置完资金密码之后,一定要记得呦 安全设置完成之后,我们需要来身份认证 哎,我们点击这里 一共是一二三,一二三,三个等级 建议大家认证到二或者是三就行 一的话就不要了,一的话这边额度太低了 认证到二或者是三 然后绑定完个人信息之后 我们需要呃,绑定一下我们的银行卡 在哪里绑定呢?哎,这边有一个购买数字货币 看到了没有?点击,哎,购买数字货币 它会出来三个小小框框 我们一定一定要选择自选交易 一定要选择自选交易 然后这里我们设置一下 比如说默认的是CNY就行了 然后呢,这点击这个三个点 会出来一个收付款 我们选择这个收付款设置 点击付款方式 您如果是第一次来 他这边应该是我这个样子的 三个全部都是关闭的 我们只需要把银行卡给开启 只需要留下这个银行卡 呃,微信支付宝 我们就不要了 然后我们把它给去掉 微信支付宝不要 为什么不要微信支付宝呢? 因为微信支付宝容易被封控 但是银行卡不容易被封控 所以只留下银行卡就行了 然后这边填写一下我们的收款账号 还有姓名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我们一个基本的设置 就已经全部搞定了 我们再进行下一步 就是充值USDT 什么是USDT呢? 在这边先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个网站 这个网站叫做飞小号 它在以后的我们过程中是非常非常的有用的 然后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 然后有什么作用呢? 比如说那个比特币 它的价格是多少呢? 29万 以太坊是多少呢? 24万 然后比如说狗狗币是多少呢? 一块钱 然后这些价格都会有呢 然后在这边有一个叫做USDT的东西 它的英文叫USDT 中文叫泰达币 它的价格呢是6块3毛8 它是一个稳定币 什么叫稳定币? 就是它的价格不会大涨 也不会大跌 一直保持在6块3毛8左右 是一个在我们大陆 我们通用的货币是人民币 但是在虚拟币交易市场通用的货币是这个泰达币 这个USDT 简单的给大家说一下吧 如何充值USDT USDT也叫做泰达币 我们购买世界上任何的数字货币 像比特币 狗狗币之类的 只能通过USDT去购买 世界上任何的货币 什么美元 英镑 欧元 人民币 都不能直接买这些虚拟货币 必须通过一个中转的货币 这个中转的货币就叫做USDT 只要你想买虚拟货币 必须先去买了USDT 然后你的账号里面有了USDT的 你才去能买这些虚拟货币 很多人可能会说 我有人民币 我想买比特币 可以吗 不可以 你必须拿着你的人民币 买这个泰达币 你有了泰达币了 你才去能买比特币呢 然后呢 我们来演示一下吧 如何充值 充值的话很简单 我们来充值一下 都是因为我的这两个设备 这一个没有钱 这一个有钱 所以显示的页面和大家不一样 这两个页面是不一样的 都是同样的道理 点击这边的购买数字货币 其实这两个东西 出来的东西是一样的 然后这里一个有钱 我点击一下 点击自选交易 收付款方式 我们选择银行卡 交易金额 就是你想买多少钱的USDT 我想买5000块钱 我在这边输入5000 点击完成 更多筛选 一定要隐藏T加1 然后点击完成 一定要隐藏T加1 然后点击完成 然后在这边 我给大家说一下 如何识别交易所里面的片子 找一下可靠的人 比如说第一个 这个搬运工 我们来看一下他 第一步认证等级 一定要是V3 第二步注册时间 一定要大于 最好是半年以上的 总单数一定要上千单 才可靠的 他这个人就是可以的 然后呢 比如说这个币 这个币超胜券 像他这种注册时间短的人 才一个多月 他们这种人 很多人就是不干净的钱了 所以我们不找这个币超胜券 我们找刚才这个搬运工吧 向他买USDT 因为我们要向他买USDT 然后这边有一个向他购买 我们点击一下 然后输入您要买的金额就可以了 我这边简单的给大家演示一下 我这边有一个截图 然后比如说我们想买8000人民币的 我可以得到1267USDT 然后呢 我在这边点击一下购买USDT 他这边会生成一个订单 生成订单之后 我们点击下一步 他这边 因为我们不是要去买币吗 我们需要给他打钱 他怕我们的钱来路不干净 所以让我们验证一下资金 我们点击下一步去验证 然后让我们提供一下 我们要给他转钱的那张银行卡的 后四位和近期的交易流水 OK 我们给他看一下 然后找到我们绑定的那张银行卡 找到我的账户 或者是我的资金 看一下近期的流水 然后我们给他看一下 比如说我近期买烟的 买酒的 买水果的 点外卖的 逛超市的 打车的 我这些 还有这一张完整的监图 我全部给他看 他看完之后 他就知道了 您这张卡 您这个人是正常的客户 不是上我这边来洗钱的 为什么说他能识别呢 因为我们这种正常的客户都是正常的流水 但是他们那种洗钱的 他们的单笔交易可能就是一万两万三万五万十万八万 不会像我们正常的人一样像这种的 然后他看完之后 他就会把他的卡号还有他的姓名发给我们 这边是他的卡号还有他的姓名 他就会发给我们 然后我们给他转钱就可以了 转钱的时候 不要备注任何信息 当我们转完钱之后 再点击 我已完成转账 千万不要 还没转钱就点击了 可能会有小伙伴去问 我给他转钱了 他不给我币 那怎么办呢 第一 这边是平台担保的 请放心转账 第二 我们刚才筛选的那些老卖家 您按照我的方法筛选一下 就不会遇到这种情况了 当我们转完钱之后 他这边平均的放币时间是48秒 转完钱之后 我们就等着钱到账就可以了 在哪里等着呢 可以在我们的资产里面 或者是在我们的这里 也是有的 然后我们点击一下我们的资金账户 我们的资金账户里面就会有钱了 但是在我们的交易账户里面没有钱 我这边可能比较慢一点 我们稍等一下 我的资金账户里面有钱 但是呢 我的交易账户没有钱 当我们买了币 买了USDT 买了USDT之后 想去交易 需要把我们的钱 从资金账户划转到交易账户 我们的资金账户 这边有一个资金划转 我们点击一下资金划转 币种的话 选择USDT 从资金账户划转到交易账户 这边写的很清楚 然后点击全部划转 点击确定 这边已经划转成功了 我们的资金账户没有钱了 但是交易账户有钱 只要是交易账户里面有钱 就可以去交易 去哪里交易呢 在这边有一个交易 点击这里的 然后我们就可以愉快的去交易了 当我们第一次进来 很多朋友可能会有点懵 这什么东西我看不懂 看不懂没关系 我在这边给您说一下 这个ETH是我们要买的币的种类 您这边可以筛选一下 比如说您想买狗狗币 以太坊 比特币之类的 在这里面输入就可以了 这边是我们默认的付款的币种 直接是默认就行了 这边是买入 这边是卖出 这边是您当前的余额 这边是确认买 确认卖 然后这里是当前币的价格 是哪个币的价格 是这一个币的价格 是这个3825 是这一个币的价格 如果您这边变成比特币 这个3825 就能变成比特币的价格了 然后我们想买比特币 那怎么买呢 第一次来的朋友可能是不懂 比如说我们想买比特币 我们只知道中文叫比特币 英文叫什么呢 叫BTC 以太坊叫ETH 那狗狗币叫DOGE 那我们就来试验一下 怎么去买狗狗币 点击这里 输入一下DOGE 这里选择BB交易 然后这边会有第一个 看到没有 这边就变成狗狗币的价格了 那我想买比特币呢 点击这里 BTC 选择BB交易 选择BTC 看到没有变成比特币的价格了 那我们现在想卖以太坊呢 输入ETH 选择BB 好了 我们来演示一个以太坊吧 这边有一个限价委托 我们要把它改成一下 改成市价委托 因为市价委托是价格最便宜的 然后我们点击我想全部买 点击100% 想买20%的 选择20% 想买10%的 我想全部买吧 点击100% 然后点击买入ETH就行了 我现在给大家 比如说现在以太坊的价格 我们看一下是3800 USDT 比如说现在3800USDT 我们买了一个以太坊 然后过两天 过了两天了 比如说以太坊涨了 我们想卖 那怎么卖呢 点击这里的卖出 然后选择100% 再点击卖出就行了 这样的话 我们是不是就完成了一个3800买 然后比如说涨到了4100了 USDT 我们是不是3800买了 过两天涨到了4100了 我们是不是又卖了 我们是不是盈利了300个USDT呢 对不对 然后呢 可能有小伙伴会说 我这300个USDT 我想换人民币 想出金 那我怎么换呢 也很简单 点击这里的有一个资产 现在我们的钱不是在交易账户吗 如果我们想出金换成人民币 需要从交易账户 滑转到资金账户 卖掉USDT 换成人民币 怎么卖呢 点击交易账户 点击资金划转 币种选择USDT 从交易到资金 点击全部划转 点击一下确定 这样就可以了 是不是资金账户里面有钱了 然后我们就把这个USDT给卖掉 这边 因为USDT也是虚拟货币 我们就把它给卖掉 这里有一个卖出 点击卖出 选择自选交易 收付款方式 选择银行卡 交易金额 你想卖掉多少钱呢 比如说我想卖2500块钱吧 隐藏 T加1 有一个天红资本 他这边才三四个月的店铺 有点少了 我们看一下其他的 我爱冰糖城 他这边两个月的店铺 这边都是可以 但是总单数有点少 我们看一下其他的 这个人就可以了 这个玛雅 V3快一年了 总单数几千单 完成率非常高 放闭时间 看到没有 平均放闭时间 一分钟 我们点击向他出售 这边有个向他出售 点击全部 这样的话 大家就看好了 我们卖掉437个USDT 可得2731块钱 然后我们点击这里的 有一个出售USDT 点击出售之后 卖家那边会生成一笔订单 他就会给我们的刚才绑定的银行卡里面 转过来2731.99人民币 当我们收到了2731.99人民币之后 我们后台会有一个放出货币的按钮 就是放币的按钮 就是这个放出货币的按钮 然后我们把这437个USDT给他放过去 这样的话 是不是就完成了一个3800 4100 然后这300个USDT换成人民币 换了是2000块钱人民币的一个全过程 是不是非常的简单 今天的视频就暂时先到这边 大家帮我点赞一下 谢谢大家的观看 谢谢大家ples